哇哇哇哇哇哇哇 兄弟们我们的跑山鸡经过我们几个月的精心喂养 已经快要出来了 经过上一次的失败 我们分析了原因 总结了经验 做出了准备 结果当然也是不负众望 成果率达到了90%以上 但是我们最近在喂驰的时候 又发现了新的问题 它是跑山鸡 但是它 它不跑山啊 它就每天等着我们喂了 喂了过后吃了 它就蹲在那个地方 跑山鸡不跑山 怎么能叫跑山鸡的 小伙伴们帮我们想想办法 怎么让我们的鸡 它能跑起来 为了让我们的跑山鸡能够跑起来 小伙伴们是绞尽脑汁 最后经过商量 我们决定给我们的小鸡 做一款跑步鸡 说看就看 我们找了一些上次农场搞建设 剩下的一些钢筋 我们先把框架做出来 经过我们没收的一顿操作 框架就做好了 接下来就是动力系统了 需要的部件 我们已经提前准备好了 一个233瓦的直流电机 一组13比1的齿轮 一根长轴 两个轴层 接下来我们马上就给它组装出来 兄弟们经过我们没收的一顿框框操作 我们小机跑步机的动力系统就做好了 这个是一个电机 这个齿轮 里面有一个轴装在里面 然后现在通舱垫它就能转 现在我们拿去给它组装上 兄弟们我们的小机跑步机 大概初心已经出来了 现在动力系统也安好了 现在我们通下电试一下 看它能像我们预想中的能正常运行吗 南波上开电 飞起来了 兄弟们太快了 太快了不行 要把我们的小机累子在里面 现在就是还是按照我们设想中的 就是第一次就成功了 就是能正常运行 但是它那个速度太快了 我们就需要就是很慢的那种 让它就是这里面慢慢慢慢走 但是一直不停一直走 但是这个太快了 这谁跟得上啊 所以还需要改进一下 只需要加一个那个配比齿轮 我们这个就成功了 但是这个运行原理 我就先给兄弟们卖个关子啊 就到时候看我们的成品吧 就先不介绍工作原理了 但是我相信有很多小伙伴还是难猜得出来啊